为了让小朋友了解到语文的丰富 海星一文元15号的上午 邀请了现代诗作家 为大班小朋友 带来了一场现代诗语文课 40分钟的教学 以轮唱 打击 诗签的方式 引导小朋友置身在诗的世界 感受现代诗的节奏 以及现代诗所带来的感动 春天的嘴是什么样的嘴 小燕子尼南是春天的嘴 春天的嘴是什么样的嘴 小燕子尼南是春天的嘴 在海星幼儿园的大班教室 传来小朋友朗诵诗的声音 诗的小宇宙和孩子玩现代诗 作者韩丽莲老师 15日上午来到海星高中辐射幼儿园 进行示范教学 和大班的小朋友玩起现代诗 亲戚这次活动的海星幼儿园修女 陈海文表示 希望在充斥科技工具的环境 能用试为孩子启发内心 丰富生命 最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 让孩子在现今这个 充斥着科技的环境中间 能够有一些机会 可以启发他们内心 其实早就已经存在一个温暖的 有湿的情境的一个心怀 然后也丰富他们的生命 那也期待这样的开始 能够为我们幼儿园带来 一个可能性 就是走出我们自己 在语文发展上的特色 过去成任教育 海星国小的韩丽莲老师 集结过去六至七年 和小朋友玩诗的成果 在去年圣诞节 推出诗的小宇宙 和孩子玩现代诗 我希望小朋友 从这个诗的各种的游戏里面 学习到 他们可以感受到 诗的一个节奏感 或者是诗想要传达的 任何任何的感受 譬如说我刚刚跟他们分享的是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你只跟他说我喜欢你 那可能不是诗 那可能给对方的感受并不强 但是当我们用各种 不同的诗的语言 去表达我喜欢你的时候 可能更能够制造对方的感动 那我也希望他们 能够用诗的语言 带给身边的人 一些温暖或是感动 四十分钟的示范教学 透过读唱玩跳 让小朋友感受 声音传递出来的诗意 接着以诗句制成诗签 为小朋友解答内心深长的想法 期盼未来能触发小朋友 在语文方面的能力 如诗一般活泼开阔地 持续表达自己 谢谢两方夜华联士报导 魔寻 其声音乐 果桥